Hello,大家好,我是小龙鸭多多 我现在在云南建川的千诗井公园门口 看我身后 刚才走了已经有好几辆车了 我发现有很多的当地人都是驱车到这个地方 来接这一块有一个山泉水 不知道这一块山泉水有什么独特的呢 然后竟然每天都会有人排队来这里接水 走,我现在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阿姨,这个是山泉水吗 龙泉水嘛 龙泉水 嗯 龙,龙,这个长不太多了,就从地下长到的 从地下长,长上来的 嗯 这个水就是,是那啥,是公共免费接的是吗 这个是公共的 公共的 这个水的话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这个时候很爽,很爽,那是五个大冬草 这几百年前就有了 几百年前就有了 它上面冒出来的 从上面冒出来的 这几百年前就有了 那能,可以直接喝吗 可以直接喝吗 可以直接喝 我尝一下 好,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水,嗯,接出来很干净 我给大家尝一下 有一些甘甜的感觉 甘甜的感觉 我刚尝了一下是那种甘甜的感觉 哇 阿姨每天都来这儿接水用吗 我们是几天来一次 几天来一次 我看 大大小小的 吃完再来是吗 你们这个水吃了多少年了 我们是吃了好几天了 以前是,没有小孩的时候 我们去上面冒 上面 这里上去还是,这个一样嘛 哦 爬山了 哦,要爬山 现在有孩子了,就是在下面这块 那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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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 现在的人早点,我们每天接客就现在来了,早上挤不下,早上人还被挤到那边去了 嗯,早上我看,我就听着外头好多的车 嗯,我们现在来,你们就是人少一点嘛 诶,这个后面有一个大罐子,他们这个是,就是当地的那个,专门弄的这个罐子吗 大罐子是那个,那上面上面那些灯罐的,把它安在这里也说,上面水挤下来嘛 哦 不是,我们要跑去上面,上面就贴一软了 就是,当地的那个,呃,政府专门,为了方便大家弄的 哦 以前我们去上面背的 去上面背的 现在洗手水的这种就是,好的这种 这个洗手水也是直接是这个水吗 就是这种水 天呐 大姐你好 嗯? 问一下,这个水接回去有什么用啊 嗯,我们喝它的 是每天都来吗 嗯,我,我没有,我差不多一个星期来一次 这个水是比那个,矿泉水更好吗 那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呃,反正我们,我们家其他小孩撕下来,有点,像我面上撕下来的感觉挺好的 挺好的 对 那,那你知道就是,呃,这个,咱这个水啊,有没有啥就是,呃,有什么专家呀,或者是那些,看探的那些过来有做检测没 好像,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 应该是检测过的,要不然人家也不会接下来转 可能就是符合那个,领用的标准 我,我是开车有,差不多到这里有差不多七公里左右吧 七公里 对 那清早,来的很早的那些,可能七点钟八点钟之间就来了 啊,那也要排队是吧 排队,对,然后还有山上,山上面的话,山上面可能比这个还要干净一些 哇,又来了很多人呢 对 这个时间相对的少了,有时候来的时候不是,不是那个很臭巧的话,可能要整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然后这些是,有一些像那个称管那些,人家都来这里见 称管 对,放电 对,放管那点就是,煮餐饮的那种 哦,饭管 三轮车那头一车就知道了 哈哈哈 哇,现在刚刚就这一会儿会儿又来了,好几辆车 看看,麦克尔还在接 我们看一下 刚才上了以后,又有这个丽江的车竟然来这里接水 天哪,真的是不约千里的感觉呀 刚才我也去接了两桶这个干净的这个泉水 真的是好东西不能浪费呀,是不是 这个地方暂时现在还没有被开发 如果当地的话,被开发以后做成那个矿泉水,我觉得应该是销路也是大大的 那么,路过这里的朋友 不妨也来这里提上两桶免费的矿泉水 然后路上备用 真的,我刚才尝一下这里的那个泉水是非常的甘甜 跟那个矿泉水的话,真的感觉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各有各的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龙虾多多 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白族少数民族,他们豪华的民居 最近在手机上看到,他们有那种小别墅 而且价格不便宜 今天就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打开手机的这个网,看到没有 这个APP,天哪 这一套房子六百多万 一千坪 算下来一坪的话也就六千块钱 我现在看到没有 今天走到这一片 全部都是一种独栋的小别墅 还有这种漂亮的小院子 看一下 这边家家户户都是这种三四层的这种小洋楼 这个是他们新盖的楼房 然后那个是以前的老房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哇,大家看看 这就是大里白族人的民居 简直太豪华了,看到没有 看看,他们这个门全部都是红色的大铁门 然后四周 都是有那个写的那些字 加封 还有一些用那个线条勾勒出的一些服服美丽的画卷 然后几乎啊,这边家家都是有三栋 就是三层那种独栋的别墅 你看 这是一个白族大姐姐的家 哇,真的好气派啊 从外面看到,看一下这个进来 哇 这大姐姐家好多的这个绿植啊 是三层的这种独栋别墅 姐,那个你们这个房子建了多少年了? 我们这个啊,建了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建这一三层的别墅得多少钱? 这个啊,这个本身呢,一百多 那装修呢? 装修,我们这里,本身装修也差不多了 包裹里面了 哦,就是一百多万就全部弄完 哇,那太划算了 这么大一栋 天呐 我自己干不了,好帅 嗯,自己做 这也是你们自己的那个地 地是我们自己的 外地人到这帮地买不了吧 可以 可以啊,就是跪下吧 我就是看,我一路上过来 我看,网上这边的这个是不是还卖呢 咱们这边房子 这边啊 嗯 有的还是有的 你这个总共多少面积啊 三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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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上来看一下 这个做了这个 哇 感觉很复古 大哥您好 哎,谢谢,谢谢 太可惜了 好,拿两个 好,拿两个 刚刚吃 谢谢,谢谢,谢谢 自驾中的 这个地方,你再哪个一周 快 这边有,有地吗 有 你们家有多少,多少亩地啊 隐形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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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边就是,白族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风俗习惯 反正我们白族跟汉厨人的习惯也差不多 差不多啊 嗯 没有太大的区域啊 没有太大的区域 除了吃的东西是吗 吃的反正我们也样样吃 是不是 也就跟你们汉厨这些也没什么 好嘞,谢谢姐 谢谢 谢谢 我看在 他们一家 还做的 养的鱼 这个是他们的餐厅 还有这方是他们的这个自家住的这个小羊楼 一百多 怎么样呢各位 这种生活是不是特别的歉意 建川县这个县城虽然说没有高铁和机场 但是这里离丽江只有不到80公里的距离 丽江是有高铁和机场的 来这里也是非常的方便 尤其在这块 真的是一年四季几乎都能感觉到是春意的感觉 他们这儿年平均的气温是在8度到22度左右 这是平均气温 他们县城的话现在也是在大力的改造中 保护这里的古民居 而且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养老 我感觉我现在怎么开始想养老的事情了 好了最关键的是这里满大街都是漂亮的白祖小姐姐 实在是太养眼了 就刚才给大家看到那个房子呢 他们自建价格不贵 但是呢现在万万卖的话 均价在5000到8000一瓶不等 一般这种独栋的别院都是1000平米起步 总价呢也就是往五六百万那样子买 然后这个价格在一线价格也就是基本上是一线买一套普通的房子而已 可能有一些地方一套房子可能都买不起 真的上千万的都有 然后说到这儿我有点心动了 可惜咱现在是买不起 所以我要努力的赚钱 不光是给父母整上一套养老的房子 然后也是给自己一个努力的目标吧 好了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老规矩点个赞 然后没有关注的朋友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见哦 OK 好 好 好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